在分享之前 在分享之前 我想問一下大家 因為我剛剛從中國偉來 然後上個月帶二次 然後下個禮拜就很棒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旅行 喜歡的舉動 欸大概100多位 大家都很喜歡做旅行對不對 其實旅行代表屬於子 旅行就是代表我們自己在對生活的冒險 那跟我們今天主題有什麼關係 其實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冒險 對對對 然後我在 其實我今天介紹我自己的那個悲情家 我是示範中文系畢業 然後中間意外考了個外文系 然後不小心考上了 考上的同時我發現說好像不是我的興趣 好像我可以在發掘更多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不小心被雷打到 所以就是那時候就會寫程序了 然後你完成就知道了 我站到了軟體工程師 軟體工程師好像真的 那你屁起來好像很威脅對不對 但是呢我覺得真的最會就是 你要做下一個人 完全未知的東西 我先講一下工程師的接觸的團隊 就是 我在電商集團有參與過 還有信用團隊有參與過 還有現在目前的化股企業 對 然後因為等一下不會講到我女孩的東西 所以我先講一下我女孩 然後主要是講 養酒派對的東西 然後名字叫做九九長女 它是給Mans Talk跟Ladies Night 然後最近我們的有女派對 現在正在開始招募了 不是開始暴霧了 但暴霧片沒有很貴 就是大概是 我們這裡的狀況可以多一個禮拜 這也沒有很貴 對 如果是的話可以再問我一下 那是我們有女派對的問題 然後還有是我們的啤酒會 所以我們比較專注在 就是喜歡啤酒或是喜歡派對的人士 大家也可以問我說 其實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去面試別人或是別人要面試我的時候 一定會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怎麼從中文系變成中文系 甚至是現在的那個文文台風色化 那這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完全就是不大大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要講一下中間的一層是什麼 我先講一下中間 剛好我聽到一個中文詩 你覺得中文詩唸的你爽不爽嗎 欸這不用說 我知道很無聊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說的 因為中文系人都有科系 就是主要就是神韻學迅福的問題 神韻學其實你做看就是醫學書嘛 就是研究就是人的那個 比如說口舌構造這樣子 如何正確的發音就是神韻學 那迅福學的話就是 欸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 迅福學的話就是 我們要背那個字的意思 但是字有很多的改變 所以意思都會有在改變 所以不會有 不會有最後能的意思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文字學 我是學長 你知道大家 我不知道 這個 你知道大家看的是這什麼意思嗎 這個是雲的對不對 不是這個是活潑 這不是重點 這是活潑 然後一個人拿著石頭去活潑 你不知道幹嘛 然後這旁邊 這個不是表情跟這個痛 好 不知道這怎麼聊 因為中文系真的是這無聊 因為他的必須就是這三個 生育訓 但是他還有其他的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小說 比如說詩 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學 但是這些其實 對於一個師範體系出來的學生來講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他的教育學生 但是對我來講 教育學生他花了很多的時間 花了很多的行李 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金錢在教育學生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教育學生那是什麼東西 能吃嗎 能吃嗎 因為現在 現在那個師範體系學校的學生 幾乎都不修教育學生 因為其實非常貢獻 非常大 那其實又加上 你知道 學習就是要博大的精神 就是你必須要對你的領域有一些了解 還有你必須要討論的學習 所以呢 我除了 我就把所有的可以學生 其他科系的那個學等 就像比如說藝術系的 比如說藝術理論啊 或者是英美文學啊 甚至我在禮拜九年 擔任國際的廳場奧運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國際廳場奧運的國內 他就是手語翻譯跟英文翻譯 那時候我是報名西班牙語 所以我為了這個活動 我去學了一年的手語 一年的西班牙語 對 很講述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說 我認真人生的勝利 因為我非常的放下 我覺得我對於這些東西 就是我學習到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對於 相較於中文系學生來講 我覺得我會有東西比較多 但是我同時 也是面臨了大肆的關鍵點 就是我到底要繼續念書 還是繼續工作 我相信大家都是你看黃漢之後 那時候其實我對語言非常有興趣 那我那時候就選擇說 我要去準備訴託 你知道訴託這個 在中文裡面是非常關鍵的字 原因是在訴託就是說 你是一個不尋到達的 你是想要畫人類的 你不想要依依想回的人 假如訴託所以你是背叛的 所以那時候我那時候考外文書的時候 考上的時候被罵 就說你幹嘛訴託 假如我那時候 就說我沒有必在託外文書 那時候我甚至要考 就是去英美鄉 這是鄉子 鄉房的意思 可是因為我家裡有一些 公共上的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小時候 改變了一個人生的規劃 然後短早會遇到愛 所以我短早是遇到那段光 對 果然一點就是我那段光 我那時候在書店的時候 不小心翻到了一本 就是很沒選的東西 它就是你知道 對於一個展覽來講 就是我會覺得說 欸 這個東西是自己創作的 很吸引我 所以我決定 我雖然我什麼都不會 我沒有說過任何的資訊科學的東西 但是從零到零中間的距離 我沒有測試過的時候 我就決定要 就是放手一波 放棄了文學 放棄了我的研究書 放棄了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要去 參加他們的讀書會 或是參加一些就是開發的專案 但就是不知道是福幸中的 大家現在大家用讀書 就不小心進到這兩家 現在 欸 不知道是這兩家 對 我的主持手下 這裡可能算你可能要離開一下 這兩家其實是電子商品 還在台灣非常的重要 重要級的公司 但也就是因為它的重要級 它裡面的人都是台信交城鎮 所以對於飛科搬著我進去來走 就是算是被打壓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 我只是一個人家路過 對方來的路過 但是我跟我自己講 我就覺得說 國外文所得考上的 我國外那翻譯為考上的 也有license 那為什麼我成立事情不行 但是我就覺得我不是草莓 所以我就決定要證明我自己 在那三個月之內 立刻立馬就是拚 就是一定要拚 就是我能適用期嘛 所以我就不小心做到了兩三年了 然後中間呢 其實我參加了一個新創團隊 那個新創團隊他叫非常全白 如果你對女裝很有興趣的話 你只要這個 這個是海外購物的一個情報 他其實就是主要就是 你知道什麼叫精實嗎 精實令這個字啊 在新創團隊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精實的 那其實是人很少的精實 所以你除了是工程師之外 你可能要當業務 因為我其實到那裡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工程師跟工國真的差別 跟哪有工程師 工程師你可能就打掃 你可能就要洗碗 可是你可能要做業務 所以你什麼東西都要做 所以其實像我參加這個團隊之後 相較於我PCM的時候 我過的東西其實更多 更豐富 因為我接觸的面更多 所以我最早先獲得一個神奇的能力 跟挖腳的能力 對 這是我被挖腳啦 對不對 然後其實我聽說你們的 欸我先放Apson了 因為我聽說你們是你們家的 因為你們家是做世界級投資 就是奧圖馬 奧圖馬是無先獎上我們的產品 就是一次全球肖像前三名的 的投資機師的公司這樣子 那現在你們不知道誰就算了 你就只要知道我們這是奧圖馬是對的 對然後現在現在我在爭辯對不對 那其實我裡面負責的是全球的 企業資源整合 我每次去任何的場合 這樣企業資源整合 我還會企業的我還會企業的我還會企画 我還會企画交通 跨部門交通 靠業務的行銷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 因為學生時間可能很快 對於上班實外講 下班的方面八小時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可能八小時你可能可以各辦家人 你可能跟班的朋友 但是我就決定是 我不要小費當cel 我想要大 我用八小時去參加一些 銀河會角度的活動 所以 before after text ipeg 雖西有在接觸看嗎 所以可能會出是他們 分享一些東西 然後這一個嘗試焦點 所以我發現說任何的 講說任何的主題 你會碰到不同的人 你可以知道不同的資訊 所以其實你找不到方向 或是你找不到你的為人的目標 其實你可以多嘗試 猜到不同的講作不同 所以我除了這些猜到講作不同的 其實我自己會花更多的時間 在比如說金融方面 比如說我會有脫避戰爭的金融 還有在比如說法律有關 其實比如說不動產品不全的法律 你知道大家知道不動產物權 就是產權啊 就是房地產品版產權 然後我自己會去看建案 因為我去中國的時候去看建案 馬來西亞也是很健安 所以我其實 國務政業對我來講是一個專屬的金融派 所以我從轉體經濟 國際政治還有不動產的東西 都是我接觸的東西 那其實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講就是 你不要侷限你自己的科技 你不要補充你經驗什麼金融派 因為你不要 就是像我這樣掛低自信的時候 其實你會知道你跨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更舒服的 或是你可以過得更多的難度 對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在害怕什麼 你在轉變的時候 你害怕什麼 因為害怕的時候 害怕的時候其實是 你沒有辦法前進 你沒有前進的動力 害怕只會讓我們資訊更多 害怕只會讓我們沒有辦法前進 所以 比如說我從一個假文晶面關係 關係公司 還有現在測試的 如果我都一直在想 如果我怎麼樣 如果我去念研究所 如果去當老師 如果去當動程師的話 還會怎麼樣 拜託不好意思 把那些如果的事情 放一邊 因為你只有真 你只要在做的時候 你才會有贏的 行動才會有意義 你只要在做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說 你要怎麼填滿一下目標的距離 所以你現在這個點到 比如說在門口 我可能距離很遠 大概十度吧 但我可能用跑的會更快 我可能繞過的可能會更慢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要如何去尋找你的人生的脈絡 去建構 用什麼東西去建構你的人生 所以我認為 你的人生是不從不別人的規劃 那示範體系出來就是這樣 就是 你出來應該當老師 你出來應該當好公主 但是我認為 每個人的人生就是一個包包 包包不是類型的 包包的故事是要由你自己去創造 我自己就是這樣子 我從中文系到外文所 我到工程師 尋其軟體到現在外面的 比如說業務的基礎 都是由我自己去創造的 所以其實你應該想說 你的下一步在哪裡 甚至我現在是想下兩步在哪裡 因為我不知道我怎麼都要辦辦 因為它的品包好像兩千多看 好像現在報名的人很少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真的拜託 大家如果有興趣在一品塊的話 可以支持一下 對 然後你要想一下就是 我可以前往在 前往到哪個方向 然後我可以變成怎麼樣 你必須要設定你的目標 或是你設定你現在目前興趣的目標 你才能像剛才的這個 填滿你的GIN 填滿你可能十年之後的GIN 所以最後我再送給大家 比如說 你們知道歐普哈誰 歐普哈是美國的超球的甜口 他對於人生 他的看法是 人生最大的冒險就是你從來做不冒險 因為不冒險的人生不是人生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冒險很重要 但是最精彩的瞬間是 你要看出自己表現給自己 投入 投入你的心理時間跟能量 然後對目標很精彩 謝謝大家 謝謝